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变词等等的优化,页面下的优化,如何给产品制造更多销售大部分人,通过刷单获得更多的review,还有站内广告优化,如果你还没有把站内的做好,请先把站内优化做好,再考虑外部的导流,否则没有意义了。 如果你在亚马逊站内,感觉做得差不多,可以尝试寻找外部流量,请往下看,至于好处吗? 找外部流量的好处,在于你不必在站内跟人做竞争,可以获得很多额外的流量,站外引流方法,四个大类。 一,主动销售,二,意见领袖合作,或者叫Influencer,KOL,红人,三,内容创作文章,图片,音频,视频,四,其他营销方法,最重要的是,你能够发现,属于自己产品的二八理论,用20%的活动和费用,创造80%的销售和利润, 站外引流之主动销售,01,创建EDM邮件列表,用Mailchimp,在你的自由网站,或者第三方平台,创建一个邮箱注册页面,收集你的潜在用户的邮件列表,然后给他们发销售类,或者相关客户感兴趣的内容,02,主动获取顾客列表,通过第三方渠道, 获得目标细分用户的邮件列表,比如通过AlmsDiscover,通过用户的历史,购买记录,收集潜在目标用户的邮箱,给他们推送关联产品,进行销售,03,活动赠品,用活动赠品的方式,提升产品的曝光度,吸引眼球,比如, A,让用户分享你的产品到他们的Instagram上,然后在Arch你获得免费产品的机会,B,让用户订阅你的邮箱,或者订阅你的YouTube账号,再从中选取几个幸运用户获得免费产品,04,网门,Affiliate销售,05, Deal站点发布产品信息,通过在不同的折扣站点发布信息,并通过设置折扣截止日期,获取更多的销售,一些比较出名的Deal站点包括Sleek Deals,Deal News,Woot,Fat Wallet,Breads Deals,06分类信息平台,类似国内的58同城,国外比较出名的,是Craigslist之类的, 在上面发帖,销售你的产品,可以考虑添加折扣信息,在上面促成销售,站外引流之网络红人,在行业内的,Influencer俗称红人,意见领袖,KOL,大V,07,找博主,主播做测评,通过Google或者YouTube找到你的目标市场用户所在的细分市场,比如你的细分市场,关键词加上Blog, Podcast,或者通过YouTube搜索,加上Blog或者Review之类的词,找到拥有目标用户,细分市场的人,他们肯定需要定期的更新内容,或者视频,需要找东西做Review,而你需求的是用户和曝光,给他们免费发产品,同时给他的目标,用户折扣,让他做测评,一举两得,08,赞助,Instagram, 通过Webster,Me之类的软件,找到Instagram意见领袖,给他们发样品,或者通过APP搜索框,进行关键词搜索,找到这些KOL,然后给他们私信,09,赞助,YouTube红人,跟上面的搜索方式类似,通过找到YouTube上目标细分市场的用户,赞助他们产品, 让他们去给你,做产品测评,影响他的用户,产生购买,时,新闻媒体信息发布